各位大家下午好 我们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最后这三个小时 Office日常工作整合应用 我们会先从萤幕录制完毕之后 这个影片是需要剪辑的 怎么剪辑我们等一下跟各位来分享 然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整合的应用 因为尤其是Excel 它跟PowerPoint的这边 以是要做好的统计图表 那我们希望简报这边也能够正常的来去 随着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跟着改变 好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到 还有像例如说简报 我们在整合别人档案的时候 会发生很多问题 导致我们没办法做到一致性的设定 所以母片绝对是下午 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重点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第一个主题 就是影片的剪辑 首先我们来观看一下 我们早上是不是录制了这个影片 录制这个影片我们一刚开始听到 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刚开始前面的部分 我需要剪掉 因为一刚开始我在讲说 萤幕录制结束是按Windows加Shift加Q 那所以相对的怎么样把这一段剪掉呢 它影片的剪辑 它是在快速点两下这个影片 这边有视讯工具 您觉得应该是属于格式的功能 还是播放的功能 因为影片剪辑 影片剪辑它是跟播放的关系 所以点选这个播放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影片剪辑 所以我们可以去播播看 然后决定说要在哪里剪掉 所以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而且它有那个音轨 你可以去判断哪里有讲话 哪里没有讲话 所以大概在这个地方要去剪掉 所以我就直接移到这个位置 所以到时候你在播的时候呢 它就会从这边开始播 然后要播到什么时候结束 其实这边可以做一下设定 例如说我想要播到这边结束 然后点一下确定 所以我的影片就已经被裁切掉了 本来可能有例如说30秒 现在可能只剩下其中的几秒 所以从一刚开始的地方 他就直接说这个中华电信四八八旁 所以我只是要特别陈调 告诉各位就是说 他这边有影片剪辑 影片剪辑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动手做 常用底下是不是可以新增 投影片 新增一张空白的投影片 请跟着我一起做 例如说在这一页新增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透过插入的功能选项 点选插入 然后视讯找到我所提供给各位的影片档案 所以我提供给各位的影片档案是不是我个人电脑上的视讯 然后接下来我是放在低词连接 ovis 日常工作 看你们是放在什么地方 找到了这个如何找到孙再阳老师的免费电脑教学影片 请找这一段影片 然后点选插入 这样你们是不是就放进来了一段影片 放进来了一段影片 放进来一段影片 放进来一部视讯 就是一部影片 那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播放 例如说我要去做影片剪辑 这时候就蛮简单去做的 怎么样去调整这个影片要剪辑的内容呢 因为它总共有多少 14分钟 所以如果说我希望这部影片我只要30秒到1分钟 我们来去剪剪看 好 所以怎么剪呢 首先 一样在视讯工具 有找到影片吗 好 赶快把它插入进来 就在我提供你们的范例里面 是不是有图片 有影片 有word档 有Excel档 有找到吗 有哦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就是把这部影片 我们来剪辑练习一下 30秒到1分钟 所以就直接点视讯工具播放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剪辑视讯 以前我们剪辑视讯要到哪里剪辑 很麻烦 我们必须要去 例如说学那个 呃 video studio medio studio 呃 或者是会声会影啊 魅力四射 这些都可以做剪辑 甚至Adobe公司的premium 也可以去做影片的剪辑 可是现在我们就不用那些软体了 我们直接在tout point的里面 就可以去做影片的剪辑 那怎么剪辑呢 首先我要30秒到1分钟 所以在这个地方 拖曳到30秒 可是你这样怎么拖曳 可能都没办法到刚刚好30秒的位置 所以请把这个28改成30 卷到28改成30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点270 你就改成000 那相对的 相对的我希望我到1分钟处 所以这个这个游标落在09这边 你可以往下 你可以往下卷 但是你会发现它会慢慢卷 最后才会卷到1分钟 还不如说直接把这个9改成1 那后面啊 后面就请输入00.000 这就是1分钟 30秒到1分钟 30.000就等于就是30 直接在这边输入30就好了 确定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影片就剪到变成只有30 30到60秒 可以吗 所以剪辑影片也可以这样子的剪法 精确的精准的剪 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那还有 有些同学哦 他可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他看到你们的简报呢 他把那个影片做成心形状 心形 不曉得各位有没有看过 好就是他在播放的时候 他不是长方形的播放 他是一个心形 爱心的形状 爱心的形状怎么样去改变 爱心的形状 好我们现在来教一下爱心的形状怎么做 首先哦 这个爱心的形状 他就不是在播放底下了哦 因为这是属于那个形状的修改 长方形改成心形 所以他是属于格式的修改 格式的修改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叫做影像图形 影像图形 然后你可以切换影像图形为心形 长方形做出来的心形 他是比较扁一点 所以建议你把它拉长一点 变成就是比较漂亮一点的心形 我们现在来去播放看看 你就会发现 他只会播这个心形哦 为了让各位感受到这个心形 我把那个边框加出来 边框我用黑色 而且色粗一点 好他等一下就是黑边框之内会播 好我现在播给你们看 就是正常这一页在播放的时候 然后当我点选播放 有没有看到只有心形的内容 他是会播放的 有看到吗 只有这个心形框以内的 他才会呈现出来 那各位不难以想象 如果说你本身有一部影片 这一部影片是男女主角的内容 好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是可以 可以就是把它改成一个心形 心形 然后在旁边放很多的玫瑰花 然后来装扮 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很漂亮 好提问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个是属于那个影片哦 他要如何去播放播放的方法 好那关于影片的剪辑 影片的形状控制 还有萤幕录制 全部都跟各位分享一下 而且录制出来的画质 它还不错 然后基本上它是用你萤幕的解析度 然后它的输出格式是MP4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 当我们今天要做到一致性的母片 一致性的格式设定 我们一定会想到母片 你一定要直接的联想哦 当你要做一致性设定 就想到母片就对了 什么叫一致性的设定 举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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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会看到这有标题 这有标题 我们把所有的标题改成 蓝色字 深蓝色的字好不好 这就是一致性的设定啊 你千万不要一张一张改 例如说选到这个字 然后常用底下改成什么 例如说改成粗体 然后深蓝色 现在是不是改成深蓝色 加阴影 好 可是你只有这张改啊 对不对 这样子的改法 假设你有50张投影片 是不是要做50次 千万不要再这样做 然后你说老师没关系哦 我可以选到这些文字 然后透过重复复制格式 快速点两项 快速点两项 复制格式哦 然后游标移到这边 然后把它格式换掉 然后再来换格式 好这样你是不是要做 像这有12张投影片 你是不是要做10多次 对不对 这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这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正确做法 正确做法要怎么做呢 我先离开这个复制格式哦 好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 当我今天 我有 我有那个 很多个 就是 投影片 我想把标题制 一字化的设定 一字性的一个格式设定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做 检视比下 投影片 母片 然后 接下来 我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张最大的 投影片 这个最大 投影片就是指 所有的版型 都是以这一个投影片为设计的标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当我现在呢 这个最大的版型 最大的母片 最大的母片版型 它的标题 这就是标题嘛 我把它设成什么属性 我把这个标题的字的颜色 好来 请把它设成 例如说 我要 深的 深蓝色 然后 加粗体 加阴影 你会发现一件事 不是只有 这一 不仅仅是 这一个 这一个母片版面 的标题 改变 包含 例如说 这一页 这一页是不是也改了 这一页 的标题 也改了 可以了解 所以建议是 改这个地方 然后 当你今天 母片改好了 我们现在 投影片 母片 关闭 母片解释 好 请看 这一张 没有 好 这一张呢 是不是 它就改成蓝色字了 这一张是不是改成蓝色字 这一张也改成蓝色字了 这应该没问题 好 我希望你们要学会 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所以 透过母片 来去做 一致性的 修改 那 有时候 我们 会不会 使用到 别人的 投影片 当然会啊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来去上网找一下 别人的投影片 例如说 中华电信 手机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要找的是PPT嘛 PPT 所以我就限制档案类型 限制档案类型是PPP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去找简报档案 可是这个简报档案呢 它是属于 属于 属于 它的内容 要是中华电信的手机 好 Enter 你看这边有一个台湾通讯媒体产业分析 它是一个简报的档案 有看到哦 好 那这边有swat与武力分析 好 我就用这一个好了 我先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点它 然后 我可能 我要用到 这一个简报里面的某几页 你看哦 传统在做简报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几乎都是用文字为主 有看到哦 好 假设我今天我要用这一张投影片 我要用这一张投影片 我是不是复制 然后接下来 贴到 刚刚这一个中华电信488方案 然后 假设我放在这一张 这里 贴上 请问一下 我本来的投影片 是不是用 那个 这 这也是 新 这是什么 微软正配体 34字型大小 可是你去看 这个地方 它是标凯体 40字型大小 请问格式是不是又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假设 假设你今天你的工作是属于 要收集别人的简报 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希望一致性的设计 设计 设计它的格式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怎么把这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的格式统一 就是变成跟它一样 你千万不要在这边选到它 然后改字型 然后改成34 千万别做这件事 你只需要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它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重色投影片 可以吗 重色投影片 你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是不是改成 新微软正配体跟34字型大小了 可以吗 假设我现在一人请你们贡献一张投影片 那20个人 30个人 我有可能收集到30个不同的标题 格式设定 对吧 当然有可能 这时候记得把所有的投影片都全选 就是当你收集过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复制贴帐 整理到一份简报里面 可是这份简报一定要一致性设计 记得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设计那个母片 母片投影片把标题定义好 然后把次标题都定义好 然后接下来把这些投影片全部都选取到 然后滑鼠右键重设投影片 你看像刚刚这个第一页的中华电信 因为它的标题字我刚刚是不是缩小了 所以导致导致它这边是不是产生了变化 可以吗 中 反正就是它的字的大小就改变了 所以相对的它套用的是母片 母片 好 我不需要还原 我这个字啊 变成说它要调整大小 调整到这么大 好 这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记得 那我第一张我不要重设投影片 我从第二张重设到13张 所以把这些内容全取起来 然后重设投影片 你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字的大小就不会用原本别人的设计 可以了解 好 所以重设投影片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跨单位 尤其是中央单位 它在收集很多人的简报的时候 这个时候记得一定要去做 好好的去做这件事情 重设投影片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进展到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在eSale档案里面 我已经制作好了一个统计图表 那eSale的统计图表改变 我希望简报里面的统计图表要跟着改变 那我们主要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选到统计图表 Delete 它就没有了 对不对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个统计图表是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我们点选插入图表 然后接下来直接点确定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结果 统计图表的结果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eSale档案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来去输入那个用户数好了 用户数 例如说这个是什么 室内电话 这个假设是室内电话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手机 手机 手机 那我们来看这四年好了 例如说 二零五年好了 二零一四 二零一四 二零 二零一五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八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室内电话 假如说室内电话用户数有八十万 八十万 七十五万 七十三万 七十万 六十五万 然后接下来呢 手机 我随便举例 例如说 一百万 一百一十万 一百二十万 一百三十万 一百四十万 好 那我不要这个 我只要室内电话跟手机 我不要这个数列 我不要这个数列三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 这个 游标移到这个右下角 游标移到这个右下角 直接往左边搬 就是他只会画这一个内容 可以吗 好 但是我要告诉你 很少有人是直接在简报里面制作统计图表 只是说我也必须要教你 其实他现在用的是 你看这个内容像什么 是不是就像e-sale 对吧 上面这张图根本就是e-sale 可以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哦 这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以这张图来看的话 那通常有时候我们会希望画出这种趋势线 加上趋势线 有看到趋势线 逐渐的往下降 然后接下来这个黄色 我也想要加上趋势线 这个黄色线是逐渐的往上升 有看到吗 好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觉得那个颜色不是很清楚 我先把这个资料先关掉 好吧 这个资料我先关掉了 好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还有更醒目的一些 那个呈现的方法 有没有觉得还蛮漂亮的 例如说这一个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说 这边还要加这个图例 室内电话 室内电话 是逐渐在下降 这几年来 逐渐下降 然后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手机 手机是逐年在增加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呈现 统计图表的呈现方式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现在做的这个方法呢 不是很重要 因为很少有人这样做 当然如果说真的没有需要 你就这样子去做出来 这份统计图表 那这样子的统计图表 到时候你要修改 例如说你要增加2019年的资料 怎么做 滑鼠右键 你现在是不是要增加2019年的资料 那你是不是就用编辑资料 编辑资料 然后在这个地方 2018年 那下面是不是2019年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改成60万 然后这个地方大幅成长 变成170万 你看是不是又再增加出来了 可以吗 然后记得一下做完就关掉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呈现这个内容 好 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属于直接在那个抛文里面做统计简报 做统计图表的方法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档案我就先存档 然后麻烦请在第三张投影片这边 我们透过常用新增投影片 新增投影片 好 来请点常用底下的新增投影片 我们是不是又增加了一张空白的投影片 因为现在我想要去做 我想要去放的是 例如说 4年销售统计 4年销售统计 好 那怎么样去做出这件事呢 首先 首先我们先打开Excel 打开Excel 我们的范例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超市范例 你就把它想成是 这就是我们手机的那个销售 然后启用编辑 我们如果说要做一个基本的统计分析 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老板最关心 你现在拿到这个 我现在拿到的是销售资料 其实拿到销售资料 你应该先追问一件事情 你要先追问一件事情 你最想要看什么 不重要 是你的老板最想要知道的资讯是什么 资讯各位懂吗 我跟你讲 就是你最后你要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你看我天天都期待 期待 这种叫做空白表格 对吧 空白的表格 你们有没有空白的表格 当你有客户不是每天都要填资料给你们吗 那个空白的表格 你一看这空白的表格 你就要知道说 不是在想你想要知道什么 变成资讯 你觉得老板会想要知道什么 听得懂吗 然后这些东西最后就会变成这种资料 然后接下来透过资料去分析 这真的很重要 好 所以期待你们在填问卷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填那个数据分析 就是你们有很多资料 可是你们不会分析 就等于没有资料 对不对 是真的 你们手上有很多资料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分析它 那就等于没有资料一样 因为你也没有分析出来 还有你要记住 如果你的老板想要知道什么 我现在问你一下 你觉得这样子一份资料 你是不是等同于你手上拿到资料 你觉得如果是老板 你猜猜看老板最想要知道什么 你先看那个数字 你先看那个数字 这里面是不是有销售额 有数量 有折扣 有利润 你觉得他最想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利润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请问一下 你要计算 数据计算 分析 那一定是算那个数字 对不对 请问你知道客户有多少 你知道你的产品类型有多少 这都是文字类的 其实你觉得这些重要吗 这些不是那么重要 你先看那个数字 数字只有四个 所以像我们现在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拿到这个是脑中风的资料 我就先看我有哪些数值资料 数值资料知道吗 数值类的 好 好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老板可能就会希望说 到底赚多少钱 对不对 那他可能也会希望算出来说 各年的销售额 我们来看看 今年 今年会是成长还是衰退 对吧 你觉得老板是不是很在意这些 你就把这些东西算出来给他看 那不就完成了他的他的 因为他要这些数据做什么 去做做什么 决策 在想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意吗 所以你觉不觉得拿到资料之后 那个数据分析啊 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 所以希望我们有机会 我希望有机会 我们那个可以再进展到那个数据分析 因为现在有那个免费的Power BI 也是微软公司出的免费软体 然后其实可以大家寻学 然后把那个数据分析力 把它就是提升一下 提升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那我现在就来做这个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各年销售 好 所以怎么去做各年销售呢 在这个地方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数据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点插入 来请点一下插入 接下来请点数据分析表 第二就点选数据分析表 然后它会扩大整个资料范围 然后就是这个范围A1到V101 然后点选确定 因为我要算出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的话 请先勾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它就会先呈现出来有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 再接下来销售额请打勾 销售额 你看这样子的资料 这样子的资料 我们是不是可以 可以应用 给谁应用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WORD来去应用 就直接放到WORD里面 可是放到WORD里面我建议 我建议这几个数字 这几个数字 我们要呈现是千分位符号 那因为我们计算的单价 计算的单价是什么 是圆 新台币的计算单价是圆 我们不可能跟别人要什么 麻烦你去准备五毛三分 你有看过三分吗 没有吧 可是毛可能有时候小时候没有看过 我印象之中好像它是那个黄色的 有点像那个铜黄色 你们都没有看过五毛 有 对吧 应该有还是有字 好 我们现在把小数位数去掉 所以减少小数位数 减少小数位数 我们就取整数 好不好 因为我们要放到那个 就是 PowerPoint那边去 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会放 这样子的内容 放到 那个简报里面 当然有可能 这一个就是表格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枢纽分析表 好 我们现在就先选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所以 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常用底下 就是选好这个内容 选好这个内容 然后常用 这个列标签 好吧 反正这就是 各年的销售额 应该看得出来 各年的销售额 这个总计就是四年 从开始到现在 四年的总销售额 所以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请到PowerPoint的这边 所以我们要贴 贴上是用这个选择性贴上 不要点上面这个 我要点下面 下面 等一下我重新选 常用底下的复制 简报这边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以色谷物件 好 然后 然后 我现在 我现在要请 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是690万 然后PowerPoint的这边 也是690万 那我现在把Esell Esell的订单资料 这个改回来434 434 然后 到这张工作表里面 把它重新整理 它是不是改回来290万了 然后接下来我的简报 奇怪 好吧 那看样子我必须要先 存档 存档 然后关掉 那接下来呢 这个档案 我会储存 这个档案 我会储存 然后重新把 刚刚这个简报档案 我刚刚那个简报档案 应该是 4点 低词别基 翻例 应该是2点多做的 它确实有换 你看哦 我把这个档案 中华电信488方案 认存 放在什么地方 低词别基 底下 488方 哦 我知道我放在什么地方了 你看哦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是不是把它改成 那个 我现在动2014年好了 2014年 这边是340万 那简报里面也是340万 对不对 我现在我把订单里面 我挑一个2014年的订单 这个 这个2014年 我把 这个 本来是不是1万 我把它换成400万 我换成400万 那所以相对的 这个地方 它就要变成什么 740万 730 740万 740万 左右 可以吗 因为我把一个1万 改成400万 所以加上去 这边是不是就应该变成700万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 这个 枢纽分析 然后 重新整理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700万 可以哦 好 我把它储存 然后 关掉 然后我现在重新打开 这个中华电信488方案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说 这个 Microsoft Office 其实察觉到一个潜在安全的顾虑 因为这个简报档案有包含其他档案的连结 为什么 刚刚我是不是贴上的时候 用 用包含连结的方式贴上 所以这个超连结已经放进去了 然后 他就问我说 那我要不要更新连结取得最新的资讯 要不要更新连结取得最新的资讯 当然要 所以就点更新连结 我一更新连结之后呢 刚刚这个 这个就变成700万了 有看到吗 我还是把它放大一点 这跟放大缩小无关 我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我们在做这件事 在做简报这件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请问这个资料是谁做的 这个资料是做资料分析的人做的 那你是报告简报的人 那你是报告简报的人 报告简报的人可能是主管 他要报告给NNT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住 因为做资料的人 因为做资料的人 他资料要是有改变 我们这边的PowerPoint 要跟着资料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新增 一张新的投影片 我现在呢 我要做的是讨计图表 因为真的 你看这样子的内容 我昨天有没有讲过表格 表格要不要标重点 如果不标重点 会怎么念这个资料 好 如果你现在要报告 报告给 假设 你现在要报告给主管听 你看到这样的内容 你是会报告 这4年 2013到2016年 我们都有维持一定的销售水准 然后2013年将近300万 2014年有740万的销售额 然后2015年有420万销售额 2016年有540万 将近550万的销售额 那这4年总计有 有多少呢 20亿 2000万 2000万左右的销售额 可以吗 你这样子在念资讯给别人听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做这件事情 我建议 我建议你还不如 不如如果说你是要做各年销售统计 给别人看 各年销售统计 那你还不如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基本的图案 例如说颜角举行 把2014年mark起来 当然这个内容是无填满边框把它改成红色 然后宽度改成例如说3PP 有没有哪一位长官可以帮我念一下 如果你要去报告这一张头影片 你会怎么报告 刚刚我是不是在念那个流水仗 对不对 现在呢 现在你可能就会改一个方式在念 说在各年销售统计 其实每一年都维持在近300万以上的水准 尤其在2014年 我们的销售额高达740万是最多的 对吧 你是不是会讲什么 最什么啊 然后高达多少啊 其实这就是在讲资讯了 可以听得懂吗 你希望你要报告资料给主管听 还是报告资讯给主管听 资讯对不对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当你今天一直在念资料给别人听 别人也会听到那个你在碎碎念 所以记住要学会如何把资讯传达给别人 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有另外一门课程 叫做简报表达 简报表达 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要来去做那个简报制作 对不对 图解释简报真的很重要 但是还有另外一门叫做简报表达 好 教各位怎么样去把简报的重点报告出来 就是在讲资讯 好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在这边 这样子一个表格的呈现不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 用统计图的方式 所以我们重新把 刚刚那个ECEL档案叫出来 可能因为我这边我开了很多个视窗 所以记忆体不够 可能 好 我把刚刚这一个超市范例再叫出来 请问一下 这里 这个是枢纽分析表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枢纽分析表工具 一定要将邮标落在这里 因为有很多同学每次都问我说 老师 我上面没有枢纽分析表 这里就在问不合逻辑的事 请问你这个邮标所在的这一格 有没有枢纽分析表 没有 所以怎么可能跑出来枢纽分析表 就好像说 我现在一直问你 请问我的远传支费是多少 你会觉得我是在讲 合逻辑的话 还是不合逻辑的话 不合逻辑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所以你邮标一定要落在 有枢纽分析表的地方 可以了解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 很多那个电脑考试 你完全不用准备 完全不用准备 去试试看 考那个选择题 你都会考对 因为那个选择题 他问你的什么题目里面 题目中就有答案 因为电脑是要符合逻辑 他只能这样子考 好 提供给你参考了 而且他不要求你100分才能通过 他要求你70分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电脑屏幕 真的答案就在屏幕里面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点到这个 这个资料任何一格 然后接下来麻烦点 枢纽分析表的分析 这边是不是有枢纽分析图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个 当我点选枢纽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这边枢纽分析图 我就可以画出来 最被大家广为接受的 是不是这张图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建议 建议各位透过这里面的设计 找到比较好看 因为你都已经要呈现到简报那天去 所以我建议你在这边做好格式的设计 格式的设计 好 那看看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漂亮 其实我要告诉你 这个最适合 这个最漂亮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通常我们要放到简报那边去 简报会把不重要的内容整个都变成黑色 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个是在简报上面呈现 是最漂亮的黑色的底 好 那现在重点是不是我要把这张图贴到哪里去 简报里面 所以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powerpoint 一样 贴上请选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以色尔的图表物件 刚刚是以色尔物件 现在是以色尔图表物件 我们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请问你会不会稍微修改一下 例如说 我现在我把那个2014年 2014年 我动一下 2015年好了 2015年 好 因为我这可能记忆体不够 它没办法立即帮我呈现 所以我就先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关掉 好 请问一下 我怎么把2015年改成600万 600万就变成第二名 我现在2015年是不是第三名 第一名在这边 第二名在这边 第三名在这边 我能不能把2015年随便挑一笔改成 例如说变成200万 我这边2015年就变成600万 所以我在订单 订单 找一个2015年 2015年 好 再左边一点 2015年订单日期的2015年是这一笔 好 我就把这个销售额 这边是1万 我改成200万 所以选 点到这个数200万 1 2 3 4 5 6 6个0 2后面接6个0 好了 接下来 请到工作表 工作表 然后记得在枢纽分析工具 分析这边是不是有重新整理 这个一定要点一下重新整理 这个600万是不是就会凸显出来了 好了 我重点是我要把这个档案关掉 就是存好档 存好档哦 超市翻译我已经存好档 关掉 然后我是不是要重新去打开 打开我这个中华电信488方案 然后他一样又会出现说 这个档案里面有内容是连结到其他档案的 要不要更新连结 当然更新连结我们才能够取得最新的资讯 所以点选更新连结 记住哦 看看2015年现在是不是排在第二名了 然后是不是这一个档案 是不是变成第二名 可以了解哦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尤其是当今天制作以上统计图表的人 跟制作简报的人 绝对大部分都不是同一个人 尤其是在那个现在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协同作业的习惯 我们实验室有 我们实验室已经有 你不要小看那个行政人员 你少了行政人员 那个钱都是行政人员在算的 他最后他是有点像那个 就是总管 他把我们全部都在看一看说 你这边的预算其实是错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预算 粗略预算都会先算好 就算好之后 他就说奇怪了 超出预算超出这么多 你这个计划怎么拿得到 反正就是我们本来都是自己写自己的计划 后来不是了 后来就用协同作业 例如说这跟我研究有关系 这个区块我写 然后MIS负责要去写什么 然后会计要去写什么 好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多人协同作业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简报或计划 做出更加的灵活性 还有就是专业性跟完整性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好那请问一下 关于表格 表格 不管是你来自于乌尔德 来自于医生 是不是放到简报里面 来源改变 目的要跟着改 这件事掌握了 好 那我还想再提供给你们另外一种 视觉化的设计 视觉化的设计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就是喜欢 用表格来去呈现 我们也可以在表格里面增加 增加什么 高低起伏 这件事 好我现在哦 我把刚刚那个以色奥档案我叫出来 请问一下 通常我们在呈现这样子一个表格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内容啊 这个内容 他好像 虽然他有加了三位一撇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像表格 统计图表这样子来去比较直观 这个高度 你就算去问三岁小朋友 你问他说谁比较高 他都会告诉你这个是最高的 所以呢 我们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呈现 把这个数字啊凸显出来 凸显出来的话 其实我们又希望他能够一目了然 直接看资讯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 请把这几格寻取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常用底下的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其中用看你是要用资料横条 有看到吗 请问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增加了这一个储存格 资料那个数值的可读性 这样是不是一看就知道2014年最高 哪一年最低 2013年 可以了解 增加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这个资料横幅的一个视觉化 效果立即出现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要这种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 选到这个内容 选到这个内容 然后复制 一样 贴到什么地方去 贴到简报 然后新增一张好了 新增一张 然后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贴成Microsoft Excel工作表物件 确定 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张 这两张 这一张呈现的 资讯会更丰富 甚至 让人一看就可以看得懂 所以这一张 这一张是比较推荐的 资讯呈现方式 好 这是我觉得在那个 两套软体之间 如果你真的要呈现表格的呈现方式的话 那你还 再加上那个视觉画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 那我们就暂时把这个简报 储存 增加 增加这个表格的可读性 好 可以透过这一招的方式 这 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这个举行 眼角举行框就不用画了 我现在呢 我们有时候在做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会产生一个 ease要算出来的一个 计算表 这个计算表 我要放置在我的计划 放置在我的文件档案里面 因为这个计划是用word 来去撰写嘛 没有人用ease要来去撰写文件 撰写计划文件 一定都是用word来去撰写计划文件 那ease要做好的这个计算表呢 是不是必须要让大家学会 就是我要如何把这个ease要的资料表 算好的资料表 要放到word那边去 所以怎么做 首先我要做哪一个资料表呢 这张 这张资料表我想要算出来 各年各季各月 各个产品 各个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 这个产品类别就只有办公用品技术跟家具 这三个类别 它的销售 可以吗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那你要先把这张资料表算出来吧 会不会算这件事 会吧 用书纽分析表 用一下快速算一下 插入书纽分析表 确定 我是不是要各年各季各月 所以我以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放到列 然后 然后 我要各季各月 各季各月 好就把这些全部都打开来 这够大的一张资料表吧 长度够了 好 好 那请问你 通常这边我们放各类 各类 是不是产品类别 类别 请翻 请翻到蓝这边 这边 是不是有技术类 家具类 办公用品类 跟总计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算销售额 销售额 把销售额打勾 这样有没有问题 请问这张资料表 因为你用以上算出来了 可是有没有必要贴到Word去 当然 当然有必要 对不对 那你们之前是怎么做这件事 是不是就复制 然后贴上 好 我现在要请你们选到 整个这样子的资料内容范围 我建议应该是把这些数字 要按照标准的呈现方式 来请先调整一下这些数字 首先 常用底下我要三位一撇 这是一定要的 然后减少小数位数 可以吗 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三位一撇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总价是黑色的 出题 所以我也把这个列的总计 改成出题 出题 好 反正记住 格式的修改 全部都不应该是Word那边的式 应该是以上这边就要改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选到这个内容 选到完整的这个表格 这个四算表整个把它选取起来 签好了吗 签好了吗 签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贴到那个40招 先复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贴到这个 office40招 我们贴到 随便你找一个段落 我希望在表格1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表1 贴到这边 贴到表1的下面 好不好 因为等一下我们 既然已经做了那个表目录 我们是不是也要按照规定 放回去那个表目录所在的位置 好所以 例如说在表1的下面 随便找一个有空位的 这个地方 好了 假设我现在呢 假设我现在 我贴在这个地方 要选择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然后Microsoft Excel的工作表物件 确定 这个概念应该大家都有 这个概念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在贴上的时候呢 他为了要保留以色谣的格式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下面就没有了 你和2016年根本就不呈现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所以后来我只能舍弃 就是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跟着改变 所以我换成这一种方式 我就先把它删掉了 删掉 我是用这一个 我先用贴上 贴上 我直接用贴上 你有没有发现 我直接先做贴上 就是预设的贴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表格他会很大 对吧 这个表格是不是会很大 那大到超过 超过这个边界 好 他有一个新功能 叫版面配置 针对这个表格 你贴上的是一个表格 以色谣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大大的四传表 对不对 那四传表贴到握的里面去之后 你就必须要利用表格工具的 版面配置自动调整 请锁定自动调整视窗 什么叫自动调整视窗 就是最多只能贴到这个地方 好自动调整视窗 可以吗 你现在再看一下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 那个Excel里面 你复制贴到 例如说Word里面 会贴出很多很多你根本就不知道的 空白 还有定位点符号 那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是贴过来的直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它是表格 我在用这里面的某一种表格 因为我的表格一定要自制化统一 所以我通常会设这一种 那 接下来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边这个第一季 第一季相对的 是不是这些字都要缩小 所以常用底下 我会先把它调整缩小一点 缩小变成一页能够呈现 有看到这边 第四季十月十一十二月 那这个表格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空格 那我就把那些空格都删掉 因为我的Excel算出来 不可能会有空格这件事 所以我就用取代 取代把空白 你就点一下空白键 取代成什么 什么都不要输入 全部取代 你看3297的空格 可以吗 可以吗 好了 针对这些数字啊 针对这些数字 因为它都是数字的内容 所以所有的数字内容 都必须要靠右对齐 再去做调整 调整成靠右 那这些内容 那这些内容是不是就可以来去修改了 比如说看你要不要至终 然后把这些名称都可以换掉 可以吗 现在就算说你做三个表格 十个表格 都会一致性 因为我全部都用内件的 就是我的宽度锁定就是整个视窗的宽度 还有我的样式 全部到时候我都是用这个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的计划是这样写的 好 那请问一下 假设你今天这边的项目有 技术 家具 办公用品 3C 手机 什么什么 你是不是就变成 一直要往后延展 对不对 往右边延展 问题是 这样子的内容 会不会让那个数字 越变越小 越变越小 会千万记住 你一定要善用 我刚刚跟各位讲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就 这一个栏 一个栏是类别项目 然后一个总计 所以大概我就只能放三个 三个栏 三个类别栏 那如果你总共有六个类别来 请你把它变成两张表 两张表会做吗 我举例来说 我举例来说 我这边 我这边我们大概知道类别只有三种 类别 类别是 类别 办公用品 技术 然后 家具 那请问类别 类别 类别就多了 好 类别怎么多 你看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把类别 如果我把类别 我换成类别 我把类别就先拿掉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只能做这个 一二三四 我是不是只能做四个类别 因为总计在最右边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做这四个 再来 我就把这边 例如说隐藏起来 然后再做这四个 有听懂吗 选到这完整的四个 完整的四个 类 就是包含标题类是固定一定要重复的 然后标题栏 然后再接下来 所以就把这四个隐藏起来 然后选到这一二三四四个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每一个表格 想办法就是复制贴过去 然后用一致的格式设定 这样子的一个表格才不会跑掉 大家长的都是长这个样子 可以吗 因为我曾经试着用那个选择性贴上 可是我发现 我发现反正我也不会再去做修改 所以呢 我就不用选择性贴上 我用的是贴上 然后贴上它会变来变去 所以我就善于运用这个版面配置里面 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视窗 我透过这个功能 限制住它就是这个范围 好 你这样做出来的表格才会 你自信才不会一下 呼宽呼窄呼窄的方式呈现 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刚刚这样子的内容呢 我们要再继续做 这四个又要隐藏起来 然后一二三四 这四个又要隐藏起来 所以最后 最后你就只有两 就是标题栏跟戏具 这一标子类别 再加总记 这样可以了解 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让你的表格能够很完整很漂亮 好 这是我要特别跟你分享 我在一起计划时的经验 我在一起计划时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跨档案结合 而且这个内容真的太宝贵 太重要了 好 这样子一个使用方式 请用给你们参考 来观看了 很快的我们要进行到最后 最后这个过程 那各位应该可以知道 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整个没有交到的部分 这个范例我先不存档 我就关掉了 各位 当我们今天如果说有很多张图片 然后很多张图片怎么样快速做成简报 来去呈现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相簿的制作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先去网络上 先去网络上下载 下载什么呢 下载图片 下载一些跟自然有关系的图片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网络列输入自然 然后点选图片 然后点选图片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下载的 下载的是什么图片 是一般就是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的图片 所以呢我们要去选择 可以让我们下载 然后作为商业用途的图片 所以怎么样去找到这种图片呢 请点选工具 工具 这边有一个使用权限 使用权限这边 有没有看到标示允许为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请选这一个 这个不限使用权 它的意思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不限使用权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使用 但是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不可能是这样子 应该是说没有标示任何的限制 它只是还没标示 但是它不是允许你去使用 那这个它已经标示了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所以请点选这一个 然后这些图片是可以下载下来的 例如说 我想要下载这一张图片 下载这一张图片 下载这一张图片 那你们去下载个五张图片好不好 那我会点它 点它之后呢 滑鼠右键 然后另存图档 例如说 例如说 我放在 我直接下载到我这个范例里面 好 我就要叫01 存档 我再去挑 这一张图片 这一张图片 滑鼠右键 另存图档 02 这一张图片 另 好了 那我就下载了五张图片 而且记住哦 这五张图片是标示为 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这样就不会有智慧产权的问题 而且我再提醒你们 像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它是出自于天津自然服务馆 然后它拍摄的内容 它是非洲原野生于死 所以当你点进去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它就会有图片可能受版权保护 所以你就要注明说 这张图片来源天津自然服务馆 请用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请你们先下载几张图片 下载几张图片就好了 我们把那几张图片做成 做成什么内容的相簿 下载好了吗 五张就好了 当你要是速度快 你下载六张七张 我也不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介绍 相簿要怎么做呢 首先打开简报 打开PowerPoint 如果你没有PowerPoint 那你就用开始 开始 然后卷到PowerPoint这边 打开PowerPoint之后 因为我是要做相簿 相簿它的来源就是很多张图片 所以我可以透过插入 插入这边有一个叫做相簿 点选相簿之后 这边是不是要去选择那些档案 图片档案所在的位置 所以点选 点选 档案 磁碟片 点选档案 磁碟片 好 点上去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我是放在低指别机的什么位置 你跟我应该不是放在相同的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几张图片选到 我现在是选到01到05这五张图片 然后点选插入 插入 会选吗 会不会选到这五张图片 你可以加按Ctrl键 然后分别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点建立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相片 相片 相簿 那第一张 第一张看你要不要放一个什么 什么作品集之类的 那这就是相簿的制作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要进行相簿的修改 在哪里做相簿 就在哪里做修改 插入相簿 然后这边有一个编辑相簿 就是可以叫出刚刚那个 制作相簿的那个画面 然后在里面进行修改 这也是这套软体后来改变的 这是非常多的相片 然后如何把它做成 就是 简报 做成相簿 的方法 这个相簿我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我们关掉它 不要储存 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 请把那个超市范例打开来 超市范例 请问一下 有时候我们要分析资料 有时候我们要分析资料 我不想要各位 你会不会需要分析客户 客户 例如说 他 他的 就是 他的 第一次购买 第二次购买 第三次购买 我不想要你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不想要你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遇到重复的客户 请问你 重复的客户 重复越多次 是不是代表越忠诚的客户 对吧 还是你不管客户就是客户 决定来说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客户叫 珍惠 许安 宋良 万兰 渔民 可以吗 那你会发现有些客户是重复的 例如说 赵禅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 我们就会希望说来去算一下 就是这个客户 他总共重复出现几次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我们来去看一下 他这一次购买跟下一次购买 是蛮相同的 还是蛮不同的 去做客户的行为模式调查 这个时候其实 你可能 你可能在计算上面 要用一些小技巧 好 首先 我们可不可以标示出来 这个客户 他到底是第几次购买 可以吗 我不晓得你们拿到这个题目 你会怎么做 我真的遇过 我真的遇过 我真的遇过有一种学生 他把老师出的题目 明天要交了 今天晚上十点钟 交了我的line 然后呢 询问说 老师拜托你 明天我就要交作业了 他讲的好 好直接哦 你看你要多少钱 我打钱给你 我汇钱给你 他不是讲打钱 打钱就是大陆人 我汇钱给你 我就跟他讲说 对不起 我维持一个老师的尊严 请你不要再侮辱我了 听得懂吗 怎么会 我觉得我对学生好 不是这种好 这是在害他 知道哦 好 可是 可是我们 不管怎么样 言归症状 我们要来看一下 像这边客户 像真慧 他出现一致的话 那跟造禅出现好多次 应该要有不同的 就是针对他的忠诚度 会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就是 例如说 假设中秋节要送领悟 应该送不一样 一个可能是送一颗柚子 另外一个可能要送一盒月饼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你要针对那个客户的行为 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请问一下 那你会不会想要算 这个客户他出现几次 比如说真慧出现几次 许安出现几次 可以吗 首先 首先我们如果要算这个东西 我们如果要算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不是先按照这个订单日期排序 订单日期排序 因为这是我最近遇到 我觉得说 这是需要花头脑来去思考 想一想怎么做 可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应该大家都不会算 你们怎么算 就写信问老师 这个方法之外 书牛 书牛 这个人出现几次 可以 可是 第二次 是哪一次 对 书牛 它只能算出来 就是总共几次 这很简单 可是我 我现在要 我现在要比的是 假设 这一个我要留下来 我要留下来 我要留下来 就是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他第一次跟第二次的间隔 对 例如说 这个反正就是你要去算客户的消费行为 忠诚客户的定义 他都有严格的规范 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个这个还蛮好玩 可是不难 真的不难 就想通了 其实就还好 好 我们先做排序 排序 月期 月期由 呃 久远之前的日期 排到最近的日期 所以 游标放在订单日期这边 然后排序 由旧到新 就是2013年会先排 然后再排2014 再排2015 再排2016 好 越旧的日期就越小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 这个意思就是说 行灵 他的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那行灵还有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如果有 我希望算出来就对了 好 请问做完了吗 这边订单日期排好序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是从2013年1月1号开始排 排到2016年的12月31号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插入 插入一个空白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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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是 那个次数 出现次数 出现次数 这是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出现 第三次出现 各位知道我这一栏总共有多少资料吗 1001底资料 1001底资料 那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去计算说 这个人 行灵 他在这里面 出现第几次 那个韩式是C C O U N T I F 範围 範围 範围是这个範围 等一下我再把那个13 改成多少 改成101 可以吗 好 然后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去 Criterial 就是 这一格 你看 在这里面 行灵 出现几次 四次 可以吗 这个四次就是 可以这样说 那个 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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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 这边 这边 他 如果说把它换成 到 1001 行灵 这一个人 在整个客户名称里面 总共出现13次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刚做错了一件事情 我应该要把订单日期 由 新的日期排到最后 最后 才对 麻烦改一下好不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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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请先删掉 这个请先删掉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请把订单日期由新排到旧 才对 由新排到旧 因为 因为新排到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一次完单出现 因为我们只能颠倒过来算的话 所以我们算出来 假设这边算出来是第二次 然后接下来这要算出来第一次 好 我们一样用刚刚那个韩式来去算 等于CUNTIF 算什么呢 算这个范围 来改一下 改到I2到I101 01 然后接下来 Criteria 是要去算 王丹 然后 又瓜谷 Enter 好 你看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王丹总共出现18次 可是 这一次我就希望他变成17次 对不对 怎么做呢 怎么做 那就要把这个I2到I101 这个I101锁起来 锁起来 接下来 你快速点两下 你就算完了 你看 王丹这一个人 他的第17次 是不是在这边 就是每一个人 他的第几次 我全部都算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 因为最近我在想那个中风入院 中风入院 你要知道有很多人中风 第一次中风被送到几整次 请问会不会第二次中风 会 会不会第三次 会不会第四次 那如果我们今天来去做比较的话 有一个人第一次中风 跟另外一群多次中风来去做比较 这样子的比较其实不太公平 好 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问我说 什么精彩539 那五个数字 那五个数字 他想要去知道 就说有没有哪一组数字 会重复出现 听得懂吗 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应该都是属于 也是要简单的问题 可是好像都没有 没有同学问过 不过以前我都拒绝回答 那个跟商业有关系的 可是我很喜欢算跟医学有关系的 你看哦 这边我是不是算出来 王丹第18次 王丹第17次的交易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针对你的 你手上拿到的那个资料 来去算这个客户 第几次跟第几次 例如说 请问我现在出现次数全部都算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每一个客户的第一次 抓出来 筛选不就做完了吗 筛选知道吗 来做一下 例如说 请把这个数字啊 出现次数 我喜欢做一件事情 我比较喜欢做的是 我把这些内容 我不要每次他都在重算 所以我就把这些数字全部选取起来 全部选取 然后复制 但是 接下来呢 这一格 选择性贴上 贴值 我就把公式都拿掉了 你可以去排一下 你可以去排一下 例如说 例如说我随便依照客户名称排序 由 A排到Z 你看 丁军 丁军 这一个人 他是不是 这个是他的第五次 订单日期 是不是第五次 然后接下来 这边 丁军的第四次 丁军第三次 丁军第二次 丁军第一次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个人 他的销售 销售 从原本的买少少的 后来是不是变成买比较多 可以吗 知道我现在在讲 针对我们的客户 我们要去调查出他的行为 你这时候第一次的消费 第二次消费 第三次消费 应该会有不一样 决定来说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针对 那个学生族群有优惠 总有一个说法 对不对 因为学生族群 他是未来我们的忠实的一个客户 但是那个学生族群 他可能就只需要什么 上网 所以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针对学生 有做一些比较优惠的促销方案 那难道学生族群最大吗 未必 对不对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现在呢 我想要调查出来 每一个 我想要调查出来 每一个客户的第一次消费 对不对 第一次消费怎么算 那当然就是用筛选 排序里面筛选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出现次数 请把全选关掉 只留1 确定 各位 这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 第一次的消费 我们来看 消费的总金额是多少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一百万 可以吗 那请问你 第三次消费 就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是不是会有客户 客户 他如果来第三次消费 你觉得会比较多 还是比较少 你们都没有感觉吗 我知道那会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应该会比较多 有听懂吗 我们要的就是 希望你培养这样子的头脑 因为这就是数据分析 可以了解 好 我们来看看 算出来看看是不是如此 所以请把3 请把3 然后接下来去看一下 销售额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居然变少了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要去解释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是不重要 这太重要了 到时候 到时候 因为错误的政策 可能会导致这家公司 就慢慢的消失掉了 其实也没有消失了 他只是从一个超级大的公司 可能变成一个小小的公司 有一个Nokia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因为 两周前我在加拿大 我的妹夫 清华毕业的 我说奇怪了 你为什么不用iPhone 不用Obo 不用华为 然后用Nokia 他说他很喜欢Nokia 所以他用了好久的Nokia 好 台湾还有Nokia 好像听说前一阵子 什么八 八多少 8825 还是8310 又重新上市了 好 我不晓得了 只是用习惯iPhone 好像就中毒了 好 请问一下 这样子一个数据分析 可以了解 其实他不是很困难 可是这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通常我们去做 这些数据分析 还有像移除重复 会不会做移除重复 通常移除重复是不是就直接移掉了 那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十次的资料 你现在全部都做出来 好 请看 例如说我现在把订单 我现在把订单 这是原始的资料 我先全选 对不起 这是销售 应该是我用的筛选是次数 次数跑去哪了 这个 这个我有做筛选 我先清除出现次数的筛选 就全部资料都回来了 好 复制 复制 移动到最后面 然后建立复版 确定 好 这是不是订单二 我把这个订单 叫做移除重复 请问移除重复怎么做 移除重复是不是只要留出现次数为1的 可以吗 所以请把这个出现次数全选 关掉 然后只留1的 可以吗 对不对 1处重复真的只是在做这件事 好 那接下来 我再把订单复制 移动或复制 工作表 然后一样移到最后面 建立复本 请问 我想要把 例如说 两次的 三次的 全部都留下来 可是 我就不要 第一次的 那是不是叫做什么 保留重复 保留重复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就把这里面的出现次数 只把1拿掉 确定 那这样子的话 你看丁君的第5第4第3第2次 是不是都被留下来了 他只有第一次没有 我常常被问到就是说移除重复 他做完做完了 但是到底移除掉哪些 现在其实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可以知道吗 你看 如果我现在我把订单 我把订单 我去做 我再复制一个 我再复制一个 移动或复制 移动到最后 好 这个叫移除重复 但是是电脑做的 移除重复 电脑版 资料底下 这边客户名称哦 资料底下 是不是有去做什么 移除重复 那你是不是要先全部关掉 我要依据 依据谁 依据丁君 依据客户名称来去做 移除重复 那是不是勾选客户名称 确定 他说 找到并移除 9229笔 共保留771笔 唯一的值 确定 好 你看哦 他这边保留的是什么 丁君的第五次 丁迷的第14次 总共771笔 跟这边订单 丁君第一次 丁迷第一次 总共有多少笔呢 总共有771笔 因为你第一列是什么 标题列 所以做出来的答案 是不是一样 可是我现在这样做法 是随便你 随便你 要去看出现次数 第几次 可以吗 好 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大概要知道 这件事情 因为 客户的行为 例如说 我们在打广告 没有人只打一次广告 为什么他打到 第13次广告 因为 他们说什么 打到 打广告 打到什么 置入性行销到 什么第13次 以后 看到 看到如果说我今天 我去找到这一个厂盘 例如说我要吃素食 好 那请问一下 你到美国去 你看到素食店 你看到便利商店 你应该就会拿台湾的印价来去 那几家 对不对 就像例如说我到美国去 我到华盛顿DC 我就一直在想说 7-11在哪里 结果他们嘲笑我 他说 那个7-11就是 跟台湾的7-11不太一样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真的 因为地区别 会有不一样的情绪 好 这个出现次数的计算 就交给你们了 这个蛮重要的 你可以做很多的数据分析 这个应该是必学的一招 再来我想跟你们分享 合并会算 我真的觉得 以色谣理念 它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功能 叫合并会算 好 刚刚那个出现次数 我就先关掉了 我们把超市范例关掉 重新打开好了 关掉 来 请关掉超市范例 然后重新打开这个超市范例 好 我们来看订单 好 好 请问一下 刚刚那个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 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算出来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可是如果说 你们这个订单年有吗 你们的档案里面有没有订单年 好像有 有没有 有 有订单年 好 只要有订单年 我们也可以用合并会算算出订单年 举例来说好了 举例来说 我们之前用插入枢纽分析 例如说插入枢纽分析 我们确定 我们确定 选 订单年 把订单年放到列这边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 销售额 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算出来 各年的销售 没问题吧 这个我觉得还蛮简单算的 可是我现在 请删掉这张工作表 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招 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招 叫做 合并会算 算出来订单年 就是各年的销售统计 好 来滑鼠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滑鼠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Y1 或者是Z1 都可以 或者是AA1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做 资料底下的合并会算 合并会算 首先 我们要去这边选 从哪一格开始选呢 请从订单年 选到哪里 请选到S 随便 例如说S10 好了 好 请把这个10 改成1001 001 请把那个 S1 S10 改成 S101 新增 就是我要算那一大 很大很大的资料表 然后呢 麻烦请勾 这边标题 标签名称来自 有看到标签名称来自 所以最左栏 最左栏是什么呢 最左栏是不是我的订单年 好 然后点击确定 你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算出来了 2015年是这样子的金额 2014年是这样子的金额 2013年是这样子的金额 2012年是这样子的金额 我们把这四个数值加总起来 你有没有看到算出来是2200万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大概2200万 如果你现在去点这个销售额 是不是也算出来就是2200万 合并绘算本来就是可以算出来 那个总金额 这我想这有没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 那合并绘算跟数纽分析都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内容 为什么他要有合并绘算呢 好 我现在我就要解释一下 合并绘算 他比较棒的地方是 他可以跨工作表 他可以跨工作范围 区域范围 我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 王小米 王小米 好 呃 九十 然后 王小美 七十 然后 李小三 六十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 再有一个资料范围 好 例如说 八十 这个没有 再一个范围 再一个范围 好 九十 好 那我们这换一下 换成李小三 那我们现在去做合并绘算 合并绘算 合并绘算就算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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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你有很多张资料表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 例如说 资料 合并绘算 好 我先把刚刚这个内容先删掉 首先我要参照的第一个范围 我要参照位置的第一个范围在这里 然后 新增进来 第二个范围在这里 新增进来 第三个范围是这里 新增进来 然后 选 最左蓝 最左蓝 等一下 他就会放在这边 有王小宁 王小美 李小三 然后加总的总分都会放在这里 当然 可不可以用平均 当然可以啊 好 例如说我现在算平均值好了 然后 点选 确定 有没有看到 这个 王小美 王小美总共几次 一次 两次 两次 都是70 所以平均是70 李小三呢 一次 两次 所以60加70 130除以2 就是65 然后 接下来 王小明 90 80 90 所以算算是86.7 可以吗 这就是合并会算 苏牛分析做出来做不出来 还是也做不出来 苏牛分析只能一个范围 这就是他的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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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嗯 因为2019 每个小区别 就是提到这个合并会算 合并会算 其实这都是以色谷 也就是说 其实在以色谷这边 他改了比较多一点 尤其包含韩式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 例如说选项争议集 这里面Comp争议集 它增加了像PowerPivot PowerView PowerMap的功能 这就是我放在上一次的课程 有跟大家来去分析 分享一下资料分析 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就是说 大概了解一下 有这个功能 因为它可以做大数据分析 这也是新增加进去 你要是用2013年的版本 你只有这两个 就是PowerPivot跟PowerView 然后到了 然后后来它又再增加PowerMap PowerQuery 就提供给你们去参考 那我们现在时间距离下课 只剩下差不多15分钟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因为我要准备做整个课程的Ending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呢 好 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的话 我想我可能要再做最后课程的一个回复一下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就是这12个小时呢 差不多已经将近到最后尾声的部分了 那我想跟你们再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这两天到底上了哪一些的内容 我们从一刚开始的时候 跟各位分享 它有一个人工智慧 来去预测你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的手写笔 然后去手写数学预传的公式 那其实这个操作它就已经要先去猜 你写出来可能会是数学公式里面的什么符号 那接下来呢 有跟各位分享一些资料的快速分析 其中我这个时候 我应该有跟你们分享 它有一个快速填入的功能 它就可以把什么 例如说国别 例如说订单年直接算出来 那其中它还有自动快速分析的功能 它可能 你可能是需要画什么图 它都帮你画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真的坦白说 Word也是要powerpoint的这三道 以色尔应该是做的比较多的改变 所以我又有跟各位分享那个职方图 因为我觉得职方图真的是非常棒 非常棒的工具 你今天如果说你要快速找到异常值 职方图它绝对可以很快速帮助你完成这件事情 那再接下来 就是当我们今天成千上万份的那个饭本 它已经放在网路上 非常值得我们来去使用 例如说我在这边举了一个简报 简报的例子来去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假设我们点了简报 然后它有很多大气的一个封面设计 然后每一个档案里面都有完整的包含有表格的版本 有版面配置 还有图片的版面配置 图表的版面配置 这都提供给你们参考 还有SmartArt SmartArt绝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有SmartArt它可以解散群组 让我们更灵活的掌控 那在接下来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猜你喜欢 猜你想要执行的动作是什么 经过了就是它的一个训练之后 它可能慢慢会知道说你现在要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下一步它就要猜你可能要做什么事 它就把中间的功能在什么位置都跳掉 因为你只要有猜你想做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快速找到你要做的事情 另外它有OneDrive OneDrive它其实就跟Google Drive是大红角印 那比较可惜的是我这边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这个OneDrive 所以就比较不能去做共用这件事 但事实上共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2016开始它就一直在推共用这件事 那我们还可以去插入那个线上的图片去变更图片 变成你的图片 那智悦查阅 智慧查阅我就没有跟各位介绍 因为智慧查阅其实它可以快速帮你带出来 网络上查询的字的意义是什么 它叫做深入资讯 也就是说假设你选到智 然后选智慧查阅 它就会帮你去订里面搜寻 搜出来的结果就会放在右边的辅助视窗 甚至大家可以备注 那我们在 我们在沃德里面 沃德里面共用没办法教 就是蛮可惜的 那我们有教你沃德里面的注解吗 注解 然后可以直接在注解里面对话 那注解它会可以直接打电话 这也都是它的重点 还有沃德里面它的阅读模式 它增加了黑笔白字 黑笔白字 还有沃德里面的合并列印 它放在邮件里面 它可以结合沃德跟Excel 以及Outlook 那Excel的新功能就多了 例如说建议图表 猜你现在画出来的图表是什么 还有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表 那至于数据分析表跟交叉分析筛选器 它可以帮助我们大量去做数据的分析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参考到上一期 因为花了蛮多时间在资料分析这一块 还有我们使用那个分析工具箱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计算上面的设计 另外预测未来的结果 预测工作表不要忘记了 还有瀑布图 有跟各位分享瀑布图 直方图 然后接下来 PowerPoint的这边新增了一些功能 它主要在萤幕录制这部分 萤幕录制 可是它以前其实就有萤幕录制 只是它不是叫萤幕录制 萤幕录制它可以做成影片 另外它有线上展示 然后影像的处理 例如说移除背景 还有影片的剪辑功能 这都是PowerPoint的这边 必须要跟各位分享的 那我们在整合的部分 就跟各位分享 例如说我的标题文字如何传送到PowerPoint 然后Excel里面的一些图表的应用 怎么例如说把Excel里面的表格放到Word里面去 然后再来就是长文件里面就会有图片 图片如何加入编号 然后加入好编号之后 我们要去做图目录 记住这个制作目录 图目录表目录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就是大量图片也可以做成简报 我想这些东西的使用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是在我们整合应用的时候 各位必须要学会的内容 所以这次的主题才会尽可能放在整合应用这一块 来跟你分享 当然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一个 分析资料的需求的话 那就麻烦你们填文件 其实真的有一套还不错的工具 叫做PowerBI 是微量公司推出来的 值得我们来去花时间来好好的学习一下 那如果你们有需求 到时候明年才会排出这样子的课程 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应该不是要去上我下一期的课 例如说10月份那个课 应该是要先把上一期的分析 资料分析数据分析拿出来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还是会有一些数据分析 是值得你去学习的 因为下次我就会比较偏重 就是说因为这些 整合完毕之后 我觉得剩下就是使用的技巧 那技巧面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小技巧 是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使用 所以下次10月份的课程 我是排新技巧的一个分享 还有包含到新功能的部分 那我通常在课程最后 可能要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低磁碟机 就是如果你没有低磁碟机的话 请你把现在手头上就是你曾经放在本机 这一台机器的资料都把它给删除掉 麻烦请删除掉 然后就不要留 尤其是桌面上也不要留 这样到处都留资料的话 其实也不太好 就麻烦请删除 删除掉的时候 记得清理资源回收筒 那通常在课程最后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座右银 我很喜欢的两句话 它是出自于杜甫奉赈左伟成帐 伟成帐就是当时的左丞相 好 左丞相 然后 22域 OK 他其实这篇内容 这篇内容是他写他自己的 就是写他自己 然后他希望把自己 然后透过左丞相 然后送给坊上的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他就在写说他这一个人 杜甫 杜甫 这个人他读书读破 万绝 意思就是说 当他看到好的文章 在读书的时候 他会爱不识卷 就一直读 一直读 然后 正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努力 他才能够如有神助写出很棒的文章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就想到说 这么聪明 这么优秀的人 他都用这种方式来去读书 然后真的值得我们引以为借尽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句话 那我网路上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课程吗 我真的诚心的希望就是说 你们如果到时候 有一些时间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个区块是你比较不熟悉的 你可以去针对那个每一个课程大概都不会超过6个小时 就是我都已经剪 像例如说昨天 昨天的 这样子的内容 我回去 我就把那个 例如说有重复的 我都把它剪掉 大概 不会超过 大概一个小时50分钟左右 上午下午 那下午大概也是两个小时 不过这已经算是蛮特殊的 因为这个课程 我是从头到尾一直在讲话 对不对 只是在操作的过程 可能重复讲好多遍 因为就是这样子的操作内容 我只是期待 希望就是说你针对你的需求 然后例如说加我的LINE的好友 其中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像昨天 今天大概有5个人左右加我为好友 而且我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加我为好友 可是重点是加了好友之后 你也可以再 例如说针对 例如说哪一部影片你看完不太了解的 我们还可以私底下再继续来讨论学习 然后更重要重点是未来 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什么电脑操作上的问题 都欢迎你们写信再来询问 记住如果有一些重复重复做两次三次什么 复制贴上 这大概是你可能一直重复做的事情 你也可以提供给我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重复做很多次 有一个软体叫做VBA 它是大部分我们都是拿ESEL来去做 然后就可以学自动化 这是让你把复制贴上就告诉电脑 然后电脑把它录制成程式 然后接下来他就去执行这些程式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动作叫做自动化 好 所以ESEL VBA也是 各位 如果你重复一直在做 你产生疲劳 何不就是说 例如说建议开一下这个办公室自动化 也可以帮助你在工作效率提升很多 好 那我想我们这两天的课程 就要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然后麻烦请离开的时候 就帮忙关机 还有上面荧幕都关掉 好 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也很快乐 谢谢大家